法国巴黎一片银白世界 民众开心在广场上玩乐 法国人看到雪超嗨 甚至有人在蒙马特的圣星塘山坡 滑起雪来 因为疫情没得滑雪 民众自己找乐子 大雪冰冻欧洲知名地标爱菲尔铁塔 也难以幸免 担心撒盐溶雪对金属腐蚀性太强 工作人员只能手拿喷火枪慢慢除雪 法国西北的圣米歇尔山 也罕见被白雪覆盖 法国北部城市温度最低 可能来到零下15度 皆有赶紧到体育馆过夜 同样冷嗖嗖的还有英国 9号出现10年来最低温 喷水池也结冰 但仍然不见民众游玩兴致 不过爱丁堡却出现汽车卡在路面 动弹不得 俄罗斯现在则流行泼水成冰的玩法 慢动作看还有种另类美感 不过气候异常已经导致许多严重车祸事故 交通大乱 同样乌克兰也遭遇大雪袭击 民众忙得出血否则交通大打劫 但接下来恐怕还有新的气旋风暴即将来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网上看新闻请下载TVBS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